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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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佬給20元 謝謝 毛仔 字幕提供 20元 很划算 買一塊 兩塊十六元 不要貪心 買一塊 做豆腐菌 字幕提供 我是粵主也好 大家好 剛剛看到我在街市買了 蠔仔 我看到它還不錯 大隻 不是小到丁屎 我們這個街市 40元一斤 我給你20元 22元 便宜了兩元 今天想做蠔仔豆腐湯 最重要是有些芫荽 加一點薑 味道好一點 要做蠔仔豆腐湯 蠔仔豆腐羹 最重要是不要買錯豆腐 很多朋友都買了一些硬豆腐 什麼叫做硬豆腐 有些東西寫著硬豆腐 這些合裝 甚至乎豆腐檔的 都要買軟豆腐 因為硬豆腐 煮了湯 煮了羹 不好吃 口感很實 甚至乎你扔碗豆腐花 它都比別人滑 現在這個豆腐 買一件要9元 加了價 兩件就16元 我還是買一件 因為你要吃的時候買 現在都開始習慣了 芫荽 放幾棵下去 不用太多的 三棵 另外最重要是一塊薑 其實蠔仔豆腐芫荽根 根本就沒什麼味道 我買了25元瘦肉 用來麥皮蒸豬肉 那就沒問題了 拿一點出來 蠔仔肉碎豆腐羹 選一些瘦一點 因為我是買半肥瘦的 拿多一點 拿這裡這麼多都可以 那一口湯有一點肉味 這樣才可以的 否則都會很刮 那就簡單了 蠔仔肉碎豆腐湯 好 馬上做給大家看 蠔仔肉 我們洗蠔仔 我們都洗過很多次了 放一些生粉就可以了 放兩瓶生粉 如果你嫌髒的 就用一隻筷子 如果不是用一隻手都可以的 因為它本身有很多蠔殼的 有可能的 你現在這樣拌一下 輕手一點拌一下 因為你要看看它有沒有蠔殼 這樣拌一下 它的蠔殼就自然出來 而且你要輕手的 即是就住它 因為你大力捏下去就不可以了 例如這些 你摸到它 硬滑滑滑的 看來蠔殼 用一隻手就好一點 你要理解到 有時候做任何東西都是 其實手的感覺就是最好 不用太誇張 拌一下 就住來拌一下 蠔仔就乾淨了 其實還有一些大隻一點 是不是有有 用一隻手 不怕的 因為這些 洗回來就很乾淨 最重要 看不看到 好渴 OK 現在這樣很簡單 沖乾淨 拌一下就可以了 不用太誇張 拌一下 好了 還有一件事 就是你怎麼隔 你千萬就最好 不要用這些蠔的蠔器 因為那些髒的蠔 譬如你倒進去 它會積光 在那裡 而且不能夾 譬如你現在倒些水 那些髒的蠔 都會積光 看到嗎 這些髒的蠔 都會積光 看到嗎 最好呢 就找個這些 梳洞的蠟雞 看到嗎 梳洞的蠟雞 放下去 撈起它 撈起幾次 那些污漬 就會乾淨很多 這些都是經驗之譚 有時候 這些蠔仔的蠔 這樣就乾淨了 不用逐隻 洗的 就爛了 這麼多隻 你搞不定 買一斤就不用做了 好 先來處理豆腐 好了 我們現在處理滑豆腐了 沒什麼所謂的 豆腐花也可以 有些水就倒了 OK 在這裡捏捏它 這樣 做了出來 OK 這樣 怎麼切都可以 我們這樣 是啊 挺漂亮 細細粒 多少 九元 都挺貴的 現在 現在先把肉拌好 肉拌好 很簡單 你用什麼調味料都可以 沒什麼所謂 我放少許生抽 1茶匙 生抽 少許胡椒粉 1茶匙 糖 1茶匙 油 拌拌 再加少許生粉 鎖一下 1茶匙 多一點也不要緊 多一點 1茶匙 多一點 拌拌 我們處理 賣夠芫荽 和賣薑 好了 要洗洗薑 這幾個芫荽頭 洗乾淨 可以放進湯 芫荽味就出 但是這些泥 就要用心洗 好了 先處理芫荽 薑 薑 我們切薄片 都可以 沒所謂 好 好了 全部材料準備好 現在來煮 蠔仔豆腐肉碎湯 過來過來 蠔仔豆腐肉碎湯 好快手 首先 把薑 和芫荽頭 放進去 今次因為我有肉的關係 我都會把肉 煎一煎 煎一煎 鎖一鎖 小火煎一煎 慢慢煎一煎 慢慢煎一煎 看看香味 先煎一煎 煎一煎 煎的時候 要聞到芫荽頭香味 和薑味 不要再翻炒 煎一煎 煎一煎 兩邊都辣到肉 很香 香噴噴 芫荽味 先煎一煎 煎一煎 另外這邊 要預備少許水 不要用這麼大的煎 先煎一煎 煎一煎 不要太大煎 因為蠔仔豆腐肉很容易熟 煎一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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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煎一煎 煎一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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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不好 煎到怎樣 把豆腐取出 dollars 煎一下 煎一煎 煎一下 把菜煎 煎至少少煮 一定要是滾水 你千萬不要凍水落蠔 要是等它滾 跟蠔一起滾,蠔縮了水 你明白我說什麼? 一定要這鍋水滾,這是重點 你要理解 看到水滾,滾就放進去 這樣就扭一扭 我們現在就可以 好,蓋住它 關火了,可以關火 其實蠔太熟,不要吃 關火 好,讓它滾 油滾起 把剛才少許芫茜 那些碎的 放進去 香噴噴 加了芫茜,可以加少許味 我不加太多 因為肉有拌過,加少許鹽 加少許糖 甚至可以加雞粉 不過千萬不要加深色的材料 少許味道 程序做得好,湯很好喝 好了,可以了 這是湯 如果想要稠的,要加生粉 豆腐湯 有肉有湯 我遇到這麼漂亮 蠔仔在哪裡? 蠔仔現在來了 蠔仔很重要 剛才看到,一滾起的時候 收火,現在就倒進去 有些蠔醬 有些蠔醬 千萬不要煮著它 它就軟軟軟軟 現在就是最好吃的蠔 最重要是 滾水 先放進蠔裡 再等它稍後 一會兒 就要關火 很香的 現在可以這樣放進去 先開了 先轉盤 蠔都起了一堆 半斤蠔 這裡已經可以多一點 這個 沒有加過味精的 加少許鹽少許糖 就行了 你喜歡加就加 芫荽 自己慢慢加 它本身也有香味 這個就是 我和大家分享的 蠔仔豆腐湯 很棒 保持鮮味 給大家看看 蠔仔 還是脹粑粑的 讓我先炒一點 又可以炒一點豆腐 一炒就已經蠔仔了 炒一點肉 煎過是不同的 你要理解 你要知道 你什麼都有 做豆腐肉 這一碗 讓我試一試 這些豆腐 用滑的豆腐 是差很遠的 千萬不要用那些硬 傻的嗎 這個好吃 真的鮮味 我用了少許鹽少糖 夠了味 哇 蠔味都十足 喂 要吃蠔仔 嘗嘗 這個真的小 小也好 嗯 20元雞蠔 可以吃 可以吃 豆腐也9元 這個29元 肉給了 5-6元 我的25元 即是29元 35元就有這個 做到 嗯 好吃 肉記得要煎一煎 特別不同 嗯 嗯 希望大家都喜歡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 這麼鮮味的 蠔仔豆腐肉碎湯 謝謝 如果大家都覺得好看 請多點幫我分享給其他朋友看 多謝大家訂閱 愈煮愈好 好一點 滑蛋下去 蛋下去 OK 由底部推上來 記得由底部推上來 因為我們家庭式 這樣呢 就會滑的那些蛋 你明白嗎 這樣推 好了 推到這樣 這些蛋就滑了 不要亂炒 好 好 小天